3月4日下午,香港特区政府派出的首班皆在滞留湖北香港居民回港的包机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109名大乘包机回港的香港居民随即被送往香港火炭郡阳村接受14天检疫观察。 当天,在湖北省当地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安排下, 这批香港居民大乘专车由驻处被送往武汉天河机场。 109名香港居民,包括一名小朋友,搭乘了当日的首班专机。 他们全程身着防护衣,佩戴口罩,飞机让乘客间坐去疏离。 下午3时,飞机与武汉起飞,午时许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乘客下机后,已有旅游巴士在等候,随即被送往郡阳村。 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全和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当天早上带队前往武汉。 同40位工作人员一起协助接运港人。 聂德选出发前,在香港国际机场会见传媒时表示, 大乘转机回来的港人疑惑当地政府确认, 并非新冠肺炎确诊者或密切接触者。 他们离开所住小区,到达机场, 经过海关及登机前,均或安排测量体温。 随行人员会观察他们有无并争,若有便不可上机。 这一批港人在当地亦分散在不同的住处。 在过一段时间当地政府都采取了小区封闭式的管理, 来做防控和抗疫的工作。 所以在今次确认他们乘坐专机回来的时候, 亦都得到当地的政府,包括他们社区的委员会, 他们当地人员的帮助, 了解一下他们,第一是否确诊者, 第二是否确诊者的紧密接触者, 第三是他们有无发烧或传染病病征等等。 同时也是量度体温,了解情况, 只要有这些症状,都不能够乘坐这个包对。 聂德全强调,整个行动得到香港特区驻武汉经贸办及当地政府的协助, 非常感谢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据悉,俊阳村一直日前返港的 逾200位钻石公主号邮轮乘客接受检疫的地点。 在当日夜间及次日,特区政府还将安排专机, 预计共接载逾500位港人回港, 当中包括应届中学文凭考试考生、 孕妇及有紧急医疗需要的人士。